刚烤好的菩萨鰻鱼盖饭 大口咬下好幸福 但想品尝 荷包恐怕得多备一些 因为鰻鱼恐怕也要涨价了 来到宜兰撰围海边 60个蒙古包排排站 就像小村落 大多都是从花东来着 捕鰻鱼苗的 不过他们打算要撤退了 这个是昨天晚上的 我那看好像不多 19尾 黑麦打出来的话 可能白麦只剩下五尾而已 11月开始的话第一波 第一波开始的话 也是个位数价 价钱现在是60元 的话至少到150 为期四个月的蠻苗捕捞季 从11月开跑后 遭遇空前惨况 他们到现在加起来 也才补到100位 收蠻苗的业者说 比去年少了98% 10号的交易量甚至挂淡 我正想我感觉不到100 海底就是没办法 我们以前要抓没办法 现在很可能 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很可能 我买了差不多抓了你10年 以前的 今天这月就是已经53号了 量少还要淘汰品质不好的 根本没赚钱 渔民教苦连天 农历年要怎么过 那个满苗啊 它是由那个海流 疏从过来的 一路飘过来 要飘到台湾 要半年的时间 所以那个海流的那个状况 那个每年都在变化 所以它有时候疏从的时间会快一点 有时候疏从的时间会慢一点 不过专家说还得再观察 只是现在要担心的 就是日本7月登场的鰻鱼节 台湾前一年11 12月 补到满苗才赶得上 今年的满苗 恐怕会先被日本 抢先收购一空 内销的部分可能面对 没办法收养 价格恐怕就会在 在网上涨涨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